书界上回 接说着一段雍正见侠图 上回书啊 咱们说到 南省的四位侠客 进北京 找同林 同林没在 同林保着钦差年耕摇 奔四川了 那么现在由建山呢 沿到了万龙藏风岛了 这四位哪知道啊 这四位呢 已然都到了北京了 说那这样 咱们拜会拜会 贝勒爷去吧 现在贝勒爷已然是亲王 到王府 到王府见了千岁 九夕宴前 何瑞生这个话 说大了 说会一百多首绝技 那王爷说 好了咱们比试比试吧 你看 这个大出 四位侠客的意料之外 一般人一听说 你有一百多首绝技 那行 您给我来了 我瞧瞧吧 那就是你自个儿练 他这说法不一样 咱二位比试比试 为什么呢 与高人不能交臂失之 我跟同海川习武 我也小了不少绝技 据海川说这都是绝招 那我呀 您自己练没劲呢 让别人跟您练 我这府上 除了我 别的人还都不灵 你说这怎么打 跟王爷动手怎么打呀 那你赢了输了都不成 那知道 咱们现在看电影 看电视剧 您都知道这个 杨氏太极 陈家沟偷拳呢 那杨氏 杨陆禅 为什么这么大名望 其实在杨陆禅 那个年代呀 杨陆禅本人 并不是特别出名 因为那会儿的媒体 也没那么发达 您就是有名 在武林上 您的拳脚赢过几个人 也不至于到现在呀 这样宣传的这么厉害 刹那之间就全知道了 那他得享大名 就是因为 他儿子杨班侯 杨建侯 在王府交权 王爷都跟 杨建侯学权 您算算 他当时啊 是一批贵族 是大夫阶层喜欢 所以这个太极八卦呀 在清朝中叶末期 最盛行 您要知道这个八卦掌的祖师爷呀 叫董海川呢 为什么咱这个书的主人公叫 佟林佟海川呢 他也是过去说书作义的人 引其名讳 那么 跟这王爷打 顾虑太多了 你再说不打 人王也不干了 你们走不了了 到后边 有靶制场子 这靶制场子太专业了 越这个票友 越置形头 你专专业的 专业的 不用置形头 专业的 唱得好 穿成什么样 到台上 也能耀耀好来 当然并不是说 专业的就不注重这服装 您当梅兰芳大师 马连良大师 这些个大专家 大艺术家 他最注重改良形头 但那得成了名以后 不成名的时候 哪有那么些钱办形头 王爷有的是钱 王爷练的好坏 各位别 这把这场子 全北京全中国 没二份太阔了 那铺地的沙子 一般也就过过筛子 里边没湿的罐 没土壳了 就完了 这部件 都拿面罗罗 那沙子的戏 底下三河土砸地 有软劲有硬劲 这人在上面 不摔死跟头 真说 站桩没站住 啪 来屁个堆 坐这地上 能弹起来 上面在铺上这细沙子 干嘛铺上细沙子 海川说了 那地呀 要抓地 要背色 沙石地 那就瞧不出功夫来了 非得细沙子粒 穿这鞋在上面 一踩出溜出溜的 这才能瞧出下盘 稳不稳呢 王爷在这上还真下个几天功夫 王爷呀 他没有桐林那么大功夫 天天绕大树 桐林当初龙虎山 学艺十五仔 除了阮硬工 全叫兵刃 每天都绕大树 十五年的功夫 围着这两棵大树啊 绕这八字 地下 蹚出一道沟里 您看那拍那个电影 少林寺一开篇不叫那个 嘿嘿嘿 哈哈 专给那特写 地上那个 跺脚那坑 给那砖地 蹲下俩坑去 您要到了 谭着寺 您各位哪天有功夫您去 谭着寺 有一块 拜砖 谭着寺里头有一个 观音殿 哎 菩萨殿 那据传说呀 这是 忽必烈的女儿 在那出家 哎 这位公主啊 武术特别好 随父啊 南征北战 您别讲女将 这位公主还杀法骁勇 上年纪以后呢 深感不安 就这一辈子刀下的冤魂太多 因为战争杀了很多人 晚年呢 皈依了 一心秉证 很虔诚的 要在哪呢 提出来 要在谭着寺出家 那会儿元朝已经定都了 元朝呢 把这个 啊 前面 金朝的金中都 给毁了 给废了 您看清朝来的时候 明朝的大都城 就现在咱们这都城没动 改造 装修 扩建 哎 世人明朝的东西 全都不毁 保护明朝的 连皇陵都保护 随便动人名皇陵 里一草一木 贵为偷奔掘墓 展立决 这是清出前三皇就定的 那么这元朝来不管 这个金朝啊 还跟南宋还打着呢 元朝是趁虚而入 把锅就端了 端完锅之后 直接把城给你拆了 也就说日后 你再打回来 即便我打不过你 你这也没家了 你还得往东北撤 他从蒙古草原来 金朝呢 金朝原先的省会啊 在惠宁 惠宁在哪 您知道 黑龙江 海滨 海滨附近有个伊兰啊 现在叫伊兰 伊兰是 那是惠宁 那是大金朝最开始的都城 这离北京多远啊 那都快到咱们整个中国地的最东北角了 很远了 那么把金中都拆了 盖得元大都 哎 这是当时元朝 得打听啊 北京最古老的寺庙是什么庙啊 人说了 谈着四 谈着四是 据说 在聊以前 啊 就有了 现在您知道这个 京西文化呀 有专家检查呀 啊 北京最繁荣的地段 应该当年 就是京西门头沟这一片 这个 从那会儿 就已经发现大量用煤的这种 哎 迹象 因为那地方出煤 人呢 烧煤啊 您知道那元朝不来一个那谁吗 马可波罗吗 哎 马可波罗干嘛来了 马可波罗是 找黄金屋顶来了 他听说 中国的那个屋顶是黄金铺的 实际他不知道那里有琉璃瓦 他不知道 但他在北京生活了一段时间 他在北京生活的这段时间呢 他就写书 他就描写中国的这个煤 他说一种黑色的宝石 啊 那么一打定最古老的庙 什么是谭哲寺 据说是聊以前修的 我叫这儿皈依 这儿出家 可是谭哲寺的和尚很为难 为什么 她是个公主啊 寺庙里的那会儿没有女僧人 哎 主持僧还是很开通 说公主结案来了 是不是 那公主在我们这儿出家保不齐 他娘家爹可能上这儿看姑娘来 那原始祖忽必烈那还了的吗 说咱们得好好的招待 怎么样啊 盖一个观音殿 这观音殿这院叫观音院 您就在这院子里头 就在整个谭哲寺的靠东头 那么这公主就跟这儿出家 后来 真的忽必烈 就来过 忽必烈来干嘛来 给钱 他不给姑娘钱 说你们谭哲寺 所有的人 打我跟前过 有人这拿着钱 每个人过 领一身袈裟 领一双生鞋 领十两 这个油钱 香油钱 人头份 那么寺里的和尚说 好吧 您瞧发钱这地方太绝了 坐在一个塔前边 走一白天 这僧人没走完 袁世祖这钱呢 花秃鲁了 给万岁爷这钱呢 较短了 没了 带着钱啊 没想到 谭哲寺这么些僧人 谭哲寺 见地规模很大咯 那也住不下这么多僧人呢 感觉是转这塔 排好的班 按好的波 六波僧人 分三班是岛 一班两波 老幼啊 胖瘦高 插不开咯 那僧医也有长有短的 这波转的 那波赶紧回僧房 刚才穿黄的 这回脱着换灰的 再走一遍 您琢磨全都夹杀图瓢 看着都差不多 也搭着僧人去日多 看着看着看眼花了 有一份算一份 有一份算一份 其实就这点人 循环着转走 那么就说这个寺庙里是一座神寺 更幸福了 我闺女在这出家对了 那等出来这拜砖呢 他天天跪这块砖上 礼服 慢慢的这砖上啊 都跪出印来了 磕膝盖的印来了 现在这是谭折寺的一个文物 叫拜砖 这就是用的那句话 滴水穿石啊 只要功夫深 铁杵磨成针 哎 您琢磨琢磨 那要绕大树 天天绕 汤出两道沟来 那不新鲜 当然了 王爷想练 也是个 心血来潮 那要同龄在啊 那还真下点功夫 同龄这跟着年龚瑶一走啊 这走多少日子了 您算吧 得三年了吧 底是那样啊 您总不得同龄一走 那他这功夫 没人看功更干了 就歇了 所以他有点把势 就有点绝招 同海川教的 他也疏于啊 习练 但是要比一般的 养尊处优的王子 那还是矫健许多 确实身上带点把势 那么 王爷现在提出要跟 何瑞生比试比试 何瑞生说不比不行 那就下场子吧 当然得把王爷让他上手 敢王爷这一拉架门啊 四位侠客大师已经好啊 为什么 他是同海川侵船的 往这一站 功夫 有多大 瞧不出来 但他王爷本身 这气势大 你这人哪 别的你都能装 这个气势你装不出来 他王爷那份比同龄还大呢 往这一站 按针得说气定神仙 就仿佛一座山似的这么稳 何瑞生倒不敢小瞧 那三位呢 也都揪心 为什么 真怕王爷 真怕王爷一点都不会 王爷要一点都不会啊 你输都没法输 他这招太笨了 你说你怎么输给他 他有点最好 可又怕他真会 他真有从里哪儿吧 三分之一的能耐 那何瑞生啊 就真打不过了 何瑞生 也不知道身前 那得了 动手吧 还不能让王爷先动手 您看着 往前一递打 王爷说好 伸自己双掌一接这掌 敢一动上手 三位一瞧 呵 罢了 无外乎人家说呀 同海川是人府上的 护府教师爷 挨金者呀 那自然就有金玉之气 金珠者就赤 金墨者就黑 挨金死金 挨予死予 你看 同海川跟着王爷 那谈吐啊 举止啊 跟原先大不相同 同海川 风雪入京师 刚当上 庚府头的时候 窃呀 那一会儿多窃呀 那在王府天天 见什么人呢 那会儿还背了符 说实在的 不够二贫以上大员 您都没法上这员 串门来 来的那人 那都什么谈吐 背了也身边 都是高人 可是呢 王爷跟着他呢 也长 同龄好歹给说说 他也比寻常的把势强啊 大伙一瞧啊 动作迅速 招招有事 步步有法 王爷这拳脚还真不是狐猎 奶馅 也有地方 这就好办 我就不认得你这招啊 只要你有规矩 咱们按规矩打 互相看着 为了逗王爷高兴 何水生还得让王爷把这招啊 使透露 听说呀 同龄那八五掌啊 是八八六十四掌 我要让王爷在六十三掌上把我迎漏 差一招没使 王爷把我打躺下也得说 再来了 他得把这最后这绝招使了 这么着呢 我也啊 不丢人 陪王爷走 完了这个六十四掌 他还真有耐心 俩人啊 掌来掌去 王爷越打越高兴 这个掌风啊 还愈发的灵力 呼呼带响 那三位瞧着啊 也知道 何水生看着 是处于下风 但实际呢 何水生要想赢他 还是有富裕 就看何水生怎么样的输这一掌 侃侃63掌打完了 最后一掌双壮掌往前一地 何水生大喊一声 哎呀不好 似乎侃侃躲开 又似乎没躲开 双掌要拍到胸上 那好人打出去了 双掌要没打着 能闪王爷一跟头 似打着没打着 就在肩头上拿掌分 稍微戴上那么一点 登登登登晃了半天 普通 何水生坐这儿了 王爷呢 是哈哈的大笑 那三位一敲乌烟了不得 和不得了不得了 千岁是长大何水生 王爷呢 把何水生掺起来 何水生呢 说了一声 哎呀 千岁 何劳您的大驾过来 颤浮于我呀 哎 你说你这一百多手绝技 你看我这绝技怎么样 那在我之上 你别乱了 你们这冤枉 我瞧着你能耐比我大了 说是我打你啊 实际你自己做地成了 但是 你们四位说实话 我这功夫怎么样 四位倒还不是恭维 您这功夫啊 就真说 您不当这王爷了 您就凭这武艺 也能混个标局烫子手干子 有个百瓣十两的东西也敢让您保着 王爷一听 这我就算饿不死 哎呀 我这两下能混饭吃 这就不易啊 王爷乐了 投了带茶吧 那刚吃完赏午饭 练会儿 还不饿呀 喝着茶 这儿有人 打来水 静手洗脸 热手机板 啪 斩斩号 四位陪着高堂 阔论 王爷高兴了 好些日子不练 今天练练 好男省的侠客 让我打一屁股堆 晚上留饭 四位说我们别留了 我们 没见着海川 就回去吧 王爷一听 你们四位啊 树林子里的放风筝 有点绕住 你们 顺着 回绍兴是往东南走 不如你们取到西南 你们到了西南呢 奔四川 到四川呢 你们追海川去 他那儿呢 竟是帮忙的朋友 武林中人很多的 你们彼此 那都相识 那你们不就会晤了吗 海川跟前要需要人手呢 你们还能帮帮忙 另外呢 顺着四川 坐江川 出了川 由江面上 走长江回绍兴 也是好的呀 你们呀 来说这么来的 回去说奔西南 横着 再奔东下去 走一大三角 别走回头路 四位一听 这都不错 我们油灌了坟了 还不许走回头路 丑王爷的意思是 让我们四个人暗中的 相助海川去 罢了 那我们就听王爷您的 好 路费我给拿 四位一听乐了 我们带着 盘着钱呢 很有富裕 这四位也都不穷 哎 不用王爷您拿钱 不成 你们不能坏我的规矩 一人五百两 一共两千两银子 必须带着 四位说 两千两银子这么沉 我们带着走这一道 不给你们银票 全国同行的银票 到哪个银号都能堆写银子 不收不行 再三再四的泄辞 还是辞不了 一人五百两 待着 明天 明天我家里头啊 我这个给四位辞行 在我家了吃家常份 哎 然后你们四位 启程 南下 追海川去 四位一听 好啊 回到了 自己住的店房里头 结算店分账 第二天收拾行囊 可就不在店里吃饭 还奔王府 王府吃完了饭 这儿是 没回店房 以前把房间都结了 直接就起路登城 验了无数 走着在 直立保定府清源县 这地方 钱文书咱们 曾经出现过 哎 在不久前啊 有这么一段书 这个年轻人 在清源县还遇过次 那么这四位也走到 保定府地面 天黑了 该住店了 这会儿呢 天呢 也就是 没全黑 啊 说现在话 下午啊 四点都容 四位一琢磨 要再往前走 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店呢 干脆咱们住在这儿 早住店的早些的 明天早起登城 还凉快 四位一合计都同意 这叫打电 来到了店房切金一桥啊 横着三个字 原家电 就是咱们这一元 初始的元 啊 花钱一元两元 就这元 可就知道了 大概电动性元 有伙计 说话很和气 啊 瞧这面相呢 也很善静 殷勤的招待 把四位就让进来了 东华院 东华院 有两间房间着 里外屋 你们四位住 还是正合适 里屋两间 那是外屋两间 四位啊 可就进来了 还是 打席连水 坐在这儿 让伙计拿热水 沏茶 这儿喝着茶呢 伙计跟四位聊天 您四位 这个 是跟我们这儿 打尖 吃完饭就走呢 还是今天晚上 在我们这儿过夜呀 四位说过夜呀 你看 这现在 天马上要黑了 我们吃完饭 差不多天也就黑了 我们就不往下赶了 就住你这儿 哦 伙计听乐了 是 那样的话呀 我给您四位 还得换房 这两间房啊 就是吃饭 打尖都行 白天没事 晚上啊 您不能在这屋睡觉 我给您呢 另外再换两间 四位侠客一听 那这多麻烦呢 你这两间房 耗出去了 要是取给别人 就不应该往里让我们呀 我们四人一桥 这两间房宽敞 干净 里屋睡俩人 外屋睡俩人 还是正合适 吃完了饭了 吃饱了 食困更不愿意动了 我们 不换了 不成 您必须得换 这里何瑞生年轻点 何瑞生一听一瞪眼 乌鸦 五滴不换 我嫌麻烦 再说了 你要讲出道理来 你因为什么让不换 是不是 如果你说出来了 我一听 何乎道理 我们也不是不讲理的人 我们是侠客 我们遵守你店里的规矩 我们换房 你要讲不出道理来 我们还不走了 就住这两间了 火地厅里咧嘴 要说我们掌柜 为这两间房啊 可没少啊 大人情赔银子 皆因为这两间房啊 不干净 思维一听 兴起来了 你说这一道 虽然说是游山逛水 谈谈笑笑 没有什么刺激 到了北京了 还让王爷刺激一下 尤其何瑞生 你再怎么说 您是输于屁股堆 您让王爷把您打躺下了 都知道您让着王爷 那人家就不说这码事 就说北京的王爷 打您一屁股坐子 您也不能够否认 总想着着这脸 那三位没原因 何瑞生一听 怎么着 房子不干净 屋呀 你是不小的 我等四人哪 有个老师 您四位 瞧着岁数 差的挺多的 您四位 一个老师 对了 我们的师兄弟啊 有一百零几的 也有十几岁的顽童 我们的老师要算起来啊 今年已经一百七十多岁了 那是一位天师 老天师 交给五等四人哪 专会降妖捉怪 我们这一路难来呀 哎呀 烦闷得很 一个妖怪也没有得到 空会一身捉妖之发呀 无处去使 你店里都不干净太好了 免费 一个钱不要 白替你捉妖 伙计听喝 伙计个乐啦 怎么 天下还有这事 我们花多少钱 请法师请不来 那您四位坐着啊 我找我们掌柜的去 您跟我们掌柜的聊聊吧 掌柜这会儿跑来了 掌柜的姓袁 啊 叫袁德春 自己领动 自己盯着掌柜 没雇人 袁家店吗 大概在家行四 要在这个街面上 关车 就是袁四爷 开这店可不是一年两年了 打着爸爸手里 开着这店 袁家老店了 后来老爷子故去呢 袁四呢 袁德春呢 就把这店给接手了 老东老伙 这个店里的伙计啊 大半都是老人 真有他爸爸在的时候 就用的伙计 比他岁数还大 当然也不能广指 那帮老头啊 又呢 招了一些个年轻人 跟着学徒 店这个买卖太好了 为什么 这个店呢 你得看开着哪 一步三市 哎 通学大道三叉路口 来往贸易客商啊 住袁家店的还真是不少 竟是老主播回头客 头一二说店房干净 买卖也公道 人也和气 老掌柜在的时候呢 那是一份的细心 是这个客人呢 想到了的 人想头了 您没想到的 人提您想着 所以到了 袁四这呢 老主很多 尤其有做买卖的 在这店里住啊 住一两个月的 都有 把货往货站一搁 在这店里头啊 每天谈生意 谈好了 说好了 啊 数目 过完了钱 立好合同 凭着提货单上货站 您提站去 您也明白 就跟包酒店开公司啊 是一个道理 所以在这个原家店呢 买卖还是特好 打原刺接手 一直这买卖干着顺手 那么就在几个月前 有两位贩布的老客 可是长客 这两位卖布我绝了 跟别人不一样 就卖白布 白棉布 白麻布 大五福 蓝布 黑布 花布 绸啊 段啊 尼罗布皮 品种很多 全部经营 就卖白布 可是手下的呢 单有仿布的厂子 那会儿那不是说 正式有规模的工厂 乡下呀 这那小土布 您别瞧那个 耐用 还结实 他去收起 收完了之后 统一存的货站 他准住的原家店这儿啊 往外批发 打这个原老掌柜在的时候呢 这哥俩就住这店 老掌柜过去这有几年了 跟原寺啊 堪称莫逆 俩人来准是 住的这间店 白天用完了间 谈谈生意 晚上吃完了 喝完了 哥俩睡觉 睡得三更半夜呀 就听有动静 俩人一瞧啊 桌子上那茶碗 自己跳上舞了 奔儿奔儿直碰 屋子里都没人 一看那凳子呀 自己能动 由这头溜到那头 闹了滚了 俩人呸着衣裳 一下地 屋里东西都不动 敢再回到床上 听见有人说话了 说你们俩好大的胆子 愣敢住这屋 你们要不搬出去 天亮之前 叫你二人 化为浓水 俩人一听吓坏了 这两位啊 常住原家店 每年都住 头回预言这事 要说倒是啊 在外跑买卖的老客 胆子够大的 瞧怎么闹啊 可没人伤害他们俩人 俩人捂着背后 多醋半宿 好容易挨得天亮 俩人把门打开了 一瞧啊 一切如常 也没有什么奇异之处 可这俩人所听所见呢 完全相同 这不是做梦 把伙计找来了 说长这么长柜的 结账 我们俩人啊 换房 要不我们就不跟着住了 伙计一听好面的干嘛 二位要换房啊 找掌柜的吧 找袁四爷一说 袁四爷一听啊 嘿 你没撕好 你要说别的房情 提出来换房 或者说结账走人 哎 那可能啊 是他心来乱到住不惯 这二位打我爸爸 活着时候就住咱们家 住咱们店里头 可不是一年两年了 每回小七码 得住一个半月 这刚来几天 闹着这就换房 或者说结账走人 你给人得罪了 得了 你啊 把他请到我这屋 到帐房 到帐房啊 我呢 好好的 给人陪陪不是 我问问 因为什么地方得罪人家了 咱们啊 还真得啊 多担待人家 人提出这要求 就即便咱办不了 也得想办法给人解决 这是老主顾 不能得罪 伙计一听 没敢抬杠 我都能得罪他了 您问问吧 不定什么事呢 把两位贩布的老客啊 可就让得袁四周屋了 到帐房了 到帐房了 二位这个脸上 变烟变骰的 那袁四是开店的 袁四阅历很深 你瞧 知道自己想错了 不是伙计得罪了 这二位有事 神情慌张 带出来一种害怕 没问呢 先把水倒上 让二位坐着喝口水 冲火机弄嘴 把门带上 果不其然 门窗带延了 这二位才说实话 把夜里所经过的事情 跟袁四这么一说 袁四一听 是毛骨悚然呢 这可就不对了 我说您二位说瞎话 那归为我呀 委屈你们二位 瞧得出来不是瞎话 您二位呢 甭说跟我 跟我们老爷子都有交情 住我们家这么多年 就得是对我们有一份信任 替我们外边 没少扬名 每回来都住我这 可您说的这个事情啊 甭说经过 听都没听说过 我们人俩开两辈儿店了 这么多年 一回也没闹过这事 说悬了 我们这店里搞卫生 连耗子都不闹 我们有避鼠药 打鼠的笼子 我们养活避毛鼠 避鼠猫 笼猫鼠也不没有 那是一只儿他舅舅 我跟您这么说吧 您说的这个事啊 我先给您换房 换房您可别走 咱们瞧瞧 那房子里的还闹不闹 另外呢 您二位嘴里留德 可别嚷嚷 您二位啊 跟我爸爸就有交情 跟我也有交情 您二位呢 这么一说 有胆小的就须不住我们店了 说在这您不嚷嚷 出去您更别说 这事儿啊 这事儿啊 咱全当没有 二位一听不乐意了 你竟说没有不行啊 他眼睁周都半宿啊 我们俩人一人睡一整 还能俩人都做梦吗 那这样吧 房钱我不要了 给您换房 换好房子 换干净的房子 您先瞧瞧 我把这事儿处理处理 两位饭部的老客呢 确实跟他们俩都不错 老住人这店呢 也有感情 那得了 你不说 给二位换房吧 二位 半大屋了 像那个 袁四尼 就别让别的客人住进去了 他不死心 他疑惑着这俩老客呀 是仨一种 他一琢磨 我再让别人住住试试 怎么那么巧 当天下午啊 又来这么一波 这是三位 一主二谱 一位住里屋 两位住外间 正合适这两间屋 他把这三位呀 给让进来了 就安插的东华院 这两间屋里了 吃完了晚饭呢 他还让伙计跟那陪着聊会儿 那意思瞧瞧瞬路 这说着话 聊着天啊 什么事没有 这一轮谱说 你歇着 我们该睡觉了 这伙计才出来 袁四爷问 怎么样 伙计说 任何异常都没有 哦 那就放心了 大伙都忙完了 这儿四爷账房里边齐账 账也都算齐了 刚要睡觉 这可了不得了 感情这一主二谱 这三位 没有两位 范布的老客 那么大深沉 光着顺乌 就跑出来了 顺被窝钻出来的 了不得了 闹鬼了 他这店里不干净啊 医院完全起来了 三位在院子里头啊 这么一说 仨人说的全一样 跟昨天范布那两位老客 说的差不多 先是觉着有人呐 在耳朵边上吹凉气 紧跟着 就瞧屋子里的东西啊 没动自己跑 完了就有人说话 说我等是天神下界 要用这两间屋子 你们不能住 你们要住 化为浓水 不搬走 非要住这两间屋 自找倒霉 三个人同时听见了 那还能不信吗 怎么一抄着 连两位范布的老客 一瞧怎么样 袁四爷 不是这么瞎说吧 您就不应该 让别人再住进去 完了 我们明天啊 天亮算账吧 还您住您的 这一屋闹 别的屋不闹啊 他说你怎么知别的屋不闹啊 他眼睁现在啊 就那一屋闹 他那屋闹完了呢 他征用那两间屋 过两天 他要征用西院 怎么办呢 我们不找他麻烦 我们在外跑买卖呀 图的是平安二字 算账算账算账 算账可算账 谁给钱啊 售的东西全跑了 店里不够乱的呢 哎呦 原子一瞧 这可坏了 带着伙计 查 天亮了 大伙拿着调出 啊 顶门杠 还有抄菜刀的 围着这两间屋 怎么一搜 认门没有 我这店里头也没饿死过人 也没有上吊的 我这店里头也没有病死的 冤魂没有 上届的神仙 征用我这两间房 你征用就用吧 您给我托一梦的事 您说了 从下个月 你这两间房我们征用了 我就不接待客人 您住吧 您别闹啊 这是哪楼神仙 这是 查不出来 原子一还真不信邪 找了一伙计 姓刘 叫刘三 刘三平常在这店里就算 胆量大的 说啊 咱们俩人今晚上里外屋一住 瞧怎么样 刘三说 那那行 我陪着掌柜您睡吧 掌柜的睡里屋 刘三睡外屋 大伙都在外面听着 没动静 到天亮也没什么动静 大伙好像没事 可二位没起 谁敢吵掌柜的叫 不敢敲里屋窗户 在这外间屋行 刘三六四 差不多起了 没事 捅过了窗户 往里瞧啊 外屋没人 宿长这伙计呢 跟六三都不错 伙计瞧六三没在外屋 哦在里屋 俩人害怕 可能是 跟掌柜的在一屋睡的 把里屋窗户 捅了往里瞧啊 里屋也没人 呦干了 掌柜的跟六三 一边私奔了 大伙把门打给一小朋友 找吧 借柄呢 是饭铺 饭铺掌柜的姓白白大爷 白掌柜的当初跟元老爷子就是朋友 拎着元寺呢 还得管啊 白老头叫声书 白老头也文群的过来了 说你们年轻人呐不懂事 掌柜的元寺爷丢了 你们赶紧请人呐 请人降妖 这么着哪找得着啊 我经过的事情多呀 就不定冲撞了奶路神仙给拘了走了 这老头的密说呀 大伙更疑神疑鬼了 那也得找着掌柜的 怎么那么瞧 这一找人呐 院前院后连堆方 柴房厨房 全找了 有人还不放心上房了 嘿 多亏这位 多得迷失 到房上的一瞧啊 这位赶紧冲下喊人 大梯子还上来 掌柜的跟 刘三俩在这儿呢 大伙一瞧啊 呵 连掌柜带刘三俩人给绑了 嘴也给堵上了 给哥的房厚的吧 这房上的这天沟这儿 那下水啊 那房有坡 两个房坡 大的这地方 砖磨这么一槽灰 给它磨平了 有点坡度 这个房上的水整个顺 瓦朗下来 绘在天沟里边顺天沟 就卸出去了 二位啊 就着这房坡 都给扔天沟里了 哥的姿势太难了 脚冲上啊 头冲下 不用点穴 一会儿就晕了 就空的呀 那血都笨脑子 您说受了受不了 这半宿二位啊 早死回去了 大伙呢 一瞧往下搭吧 七手八脚 把俩人顺房子给搭下来了 俩人没伤着啊 一会儿都跟我还行过来 那二位怎么 睡着睡着觉 跑房上去了 谁给你们蹬上去的 记着不记着 长官说那怎么不记得 好损了 我们俩人半夜 正睡觉 就听这人说 好大的胆子 以身试法 不让你们在这屋睡 还在这屋睡 这是不见关的不落泪 非治你不行 敢袁四爷一睁眼一瞧啊 床头的这儿 站着一个人 蒙着面 手里边明晃晃 滴了一口钢刀 刀已然 压在脖子上了 别动 过来就捆 捆好了之后 把嘴也给堵上了 扛起来 把后窗户一打 顺后窗往外一递 感觉后窗户这儿啊 有一人 接过来直接 带着他就上房了 到天沟这儿一瞧啊 伙计刘三 已然在这儿躺着了 也还捆了 这两个人什么时候走的 不知道 天大亮了 有人上房 这才把掌柜的刘三找着 诉说一望经过 哎哟 白老头一听 这道行大了 这大仙爷 能带着人上房 不是一般的武艺 说人家江湖人 你没犯着啊 你们呀 请人看看吧 好 请了一老道 老道真精神 啊 到道骨先锋的 到屋子里头掐绝念咒 不刚踏斗 这叫齐门顿甲 围这屋 转三圈 老道出来 老大不乐意 哪位请我来的 袁四爷说 我请您来的 你吃饱撑的 你这屋里没妖怪 哪儿妖怪 请我来想妖 没妖 我想谁呀 你这两间屋子很干净 是老道法力不高啊 还是真没妖怪啊 眼睁闹啊 给老道 若干若干钱 送老道走 要请看乡的 又请发师 左一波右一波 全都啊 告诉说 没有什么妖怪 你这很干净 就醉莫拉脸 来了一位法师 这位法师 进了屋之后 上座 刑法 一会儿 请下神来了 这顶神的说了 需要 降妖若干若干东西 一百两银子谢神 而等不要随意观看我降妖 所有人退出去 把门关好喽 一宿没动静 第二天早晨起来 怕冲撞了神灵啊 大伙在院子里头 小冬院站半天 也不知道管用不管用 把门打开 一瞧 嘿 法师真稳当 还在坐着坐着 上座吗 脸冲礼 大伙呢 全在外边 垂手实力 太阳都挺老高的了 腿也沾酸了 脑门也见汗了 说这法师完了没有 怎么法国一动不动啊 刘三咋到呀 走窃金一条 掌柜他动不了 捆的椅子上了 过去一条 嘿太损了 拿小西手捆的 把这法官呢 整块给绑椅子上了 你瞧着坐着 他不坐着也不行 动不了啊 绕在头里一看 嘴也给堵上了 早死过去了 把嘴里的东西掏出来 身子解完了 头脚撂皮弄点蚌蚌子往下 一灌一会儿 法官醒过来了 不不不不 我不装孙子了 我 大伙一听 怎么出来装孙子的事呢 你等我 我就蒙事好 我哪请得了 我神哪 昨晚神隐已经教育过我了 钱我也不要了 我走 原始还挺不老人 这怎么话说的 我们不是诚心破除迷信 我们打击您 不是 但我这屋真有神性把您治了 说您说说怎么经过好 这位啊 蒙事 要一百两银子谢神 要若干若干好东西 袁四泉答应 全准备好了 他为什么跟人说你不许看呢 他没有办法想要捉怪 等人都走了 屋子里的就他一人了 他把门窗都关严了 一百两银子 跟着好东西打一包袱 第二天拿起 第一包袱他好跑啊 他得在这屋待一宿 他也怕闹啊 他跪着他祷告 也甭管您是神 是鬼 您是哪路的神灵吧 胡黄白柳灰您占哪一道 您那可怜我穷人 我指着这蒙事吃饭 我也拿不了您 也想不了您 我连法术都不会 我也别惊动您呐 您也别惊动我 您看见没有 他们给我准备的韭菜 我一样没动 都跟着搁着 这就给您留着的 您只管吃您的喝您的 我在礼监屋呢 稍微躺会儿 熬到天蒙蒙亮 我呀 把银子拿回家去 上我老母啊 下有小孩 我得养家 那么呢 您要是真有灵验呢 您留下您的姓名 我在家里头 给您供上牌位 让您受我的香火 要什么事没有呢 太得平平呢 我就算闹着了 咱千万您别惹我 我也不绝不招您 他一种祷告 没动静 他挺高兴 上礼物往那一躺 临闭眼睡觉 又捣鼓一遍 还这套词 他还真睡着了 他上哪去请神啊 也这套 刚睡着 有人扒着他 一瞧俩人 一人一口刀 在床头里站着呢 起来吧 他一瞧 能二位 这贵哪道啊 真给拘来了 我是好人 这你是好人 你刚才祷告的时候 也听见了 蒙人钱 你会法术 不会 你连这回 你连这回干多少回了 那都没少干 这回反正给的最多 我要一百两 真给 反正十两八两 都骗不少回了 您饶我得了 然后你行 钱不许带走 明天天亮 还给人家 这些东西呢 你吃了的就不算了 没吃了不许动 另外呢 就冲你的蒙人 小有惩戒 得把你嘴堵上 把你捆会儿 那顶神的就千恩万谢 您饶我性命啊 嘴堵上 脸冲里 给绑在椅子上了 您琢磨琢磨 他坐在这绑着 这二位不管他了 一会儿就死过去了 天亮了 这才他把他救了 诉说以往 经过 他不知道这里的哪位 就是昨天晚上拿刀的 真没敢说家伙 实话实说 把实话说完了 袁四怪可怜他的 袁四也说 那得了 您受了半修委屈 钱人要非不带走 那我也就不好意思给您了 您看这吃的这个 面不吃 您都拿走吧 就算周济穷人了 把这法官又送走了 打这还要请 袁四一百手甭请了 我瞧出来 这两位神灵很仁义 咱就不知道这是谁就完了 而且白天那两间屋子 一点动静没有 咱们呀利用起来 白天人在这屋打个间喝个茶挺好 晚上别人在这屋睡不就完了 我这店老自豪不能关呢 竟是老主公 哎 他这主意出啊还真不错 这两间屋白天不闹 晚上没人住也就没事了 真仿佛让神灵争用了一样 连着过了这么几个月是相安无事 老伙计原先都想走的了 一看袁四爷出这主意拐用了 那行了 那咱们就还好好干吧 今儿赶上绍兴府四位侠和顺北京 千里迢迢够购奔四川之地寻找 镇八方紫面昆仑霞同林同海川 路径此处打电原家店 四位侠和住进来了 伙计好聊天啊 伺候着四位一说倒房子 一句没差 原原本本把店里闹鬼这事跟四位一说 那三位一听还搁一边 何人生一听 呜呀 好 你们店里的造喊来了 把掌柜的请来 跟他说我们能捉药 把袁四找来了 袁四一条这四位 哎呦 一条这相貌 跟袁先大先生不一样 四位都仿佛教书先生似的 尤其这里的人员和袁安君 一袭长山 显得很有文化 您四位执意的要住 哎我们执意的要住 这样吧 你去拿执笔 我们给你立一个字句 天亮我四人 如果有什么意外 出什么危险 概于你 店里边没有任何责任 把其他屋住店的约出几个 咱们当面讲清 立此为据 大伙当个宝人 掌柜一听 他说我投了 他不说我也得这么办 把住店的老客请出几位了 一听说这四位要帮着店里捉药 大伙说 我们打保证 没事 您这店里边 真说把药除了 我们住的踏实呢 还 四位真不客气 何瑞生执笔 愣给人写一字句 跟您没关系 我们自愿替你捉药 展规说那您四位要多少钱呢 分文不取 毫利不要 如果 捉药成功 我们一高兴 住店前给双块 如果捉药不成功 我们出了危险 你不用赔 我们没出危险 要多少钱给多少钱 我们赔你 多了没有 我们有亲王给了两千银子 拿这两千银子 只要捉不住药 全赔你 原子一听 两千银子 两千银子 要真赔了我 我就不在这开店了 行 那您四位多收来吧 您用什么发气吗 哎 这个得说清楚 我们得用点发气 大家会听 行 二道出门的来了 说不要钱 只这发气上生钱 捉药免费 用的东西您放心便宜不了 不是金就是银 他说了 压黄标志 需要四个银元宝 你这四个银元宝 怕一来 往这一压这张黄标志 一会儿分完表 这四银元宝 净神了 他们四个人 一一揣进来了 要四个金客的压桌腿 你桌腿底下垫一个 这也都归他们了 这叫什么 这叫楚门子 开店能不懂这个吗 袁思雨丁来了 您四位的发气都用什么呀 哎呀麻烦了 这个这个这个 你的厨师傅请来 我跟他讲吧 除了啊对了 把你店里最好的酒啊 拿奖出来 我们是绍兴南省人 最爱喝花雕 不知道你这里有没有啊 哎呦我们这没有 我们这保定府这儿 我们离洪水进 有老白干 老白干还行啊 我们就这一回替你白干就行了 老白干不行 六七度老白干 不不不度数太高 度数太高 哎呀 这个这个那个 我们在北京 啊在王府里头 哦您还让王府捉过哟 哎对了 我们在王府喝的那个酒很好 很香 你们这里也没有 哎呀有什么好酒拿来吧 啊呃都是陈娘 捡最好的酒拿来 然后让厨师傅啊 给我们做 呃六个韭菜 哎简单拿手的做 那还用什么 不要了 就是一顿夜香啊 哎我们晚上要捉腰啊得吃啊 好嘞 夏圣真是不用我们遇什么 什么都不要 踏踏实实睡觉 而等自顾性命 不要随便窥探 你们要来得到这望商店的性命啊 那三位一瞧何卫生 大不淡懒 住人店里没事吃不撑的管闲事 替人捉腰 你听这掌柜的伙计描述啊 这三位也听明白了 他这里有江湖人 为什么 什么神仙啊 低了刀吓唬人 再说了 真有神仙 也不是什么高明的神仙 为什么 你吓唬人干嘛呀 你争这两间房干嘛用 这不明说 就胡说吗 明显得很 大概啊 有江湖人要做点什么秘密的勾当 用他这两间房 今儿晚上 我们四个人住在这两间房里头 他不来 混责罢了 要一来有一番厮杀征战 遇不得夜宵吃饱了 等着他 可有一解 就冲他说这江湖人 法事也高不到哪去 我们四个人人称侠客 还在乎数到毛贼吗 所以何瑞生这一番的做作那三位啊 也不点破 就是暗笑而已 何瑞生把这一点人全都唬住了 掌柜的一瞧 人也立了字句了 又不要钱又不要东西 宁可信其又不可信其 无万一人把腰给捉住了呢 好 那给您把灯点着了 啊 韭菜都预备好了 您四位 各自方便吧 好 你们天亮等着看妖怪就是了 何瑞生 晚不在乎 掌柜把东西都预备好了 跟伙计全跑了 那还不跑 谁敢在这院待着 真怕闹啊 人员说 我说 何瑞哥 行了 差事是您领下来了 您看没有 人家韭菜都预备好了 咱们怎么捉腰啊 什么怎么捉腰啊 咱们吃啊 喝啊 何瑞生说那还客气吗 我要这韭菜 不就为吃喝的吗 吃完了喝完了睡觉啊 睡觉怎么捉腰啊 您怎么了 咱们侠可又不是真头脚撂瓶 呼呼大睡 咱们四位就盘腿运功 屏住呼吸 听房上的动静 有江湖人来伸手拿的 没有天亮 咱们算交拆 那三位一听 好 那就听你的 把自己按带的军人 都准备在手头 两位在里屋 两位在外屋 那么何瑞生 齐大鹏 二位把兄弟 在里屋 人员欧阳君 两位侠客在外屋 一个床上 一个凳子上 盘腿这么一坐 把灯一吹 四位用上攻了 将然不到二经天 就听着房上唰啦一声 人员知道 江湖人来了 人员自己 屏住呼吸 抬眼一看 在一条欧阳君 正瞧他 那就欧阳君 也惊醒了 知道来人了 就听着院子里边 唰啦唰啦 两声顺房上 跳一俩人来 怎么叫侠客呀 就在屋子里边 听声就知道 外边来多少人 人员自己 屏住呼吸 抬眼一看 在一条欧阳君 正瞧他 那就欧阳君 也惊醒了 知道来人了 两个人呢 不动声色 一片腿 欧阳君呢 顺着五带上下来 屋子里黑啊 他在屋里走动 又没灯 外头瞧不出来 他都瞧出来了 外边这个人 已然来到窗帘子窃进 外头亮屋里黑 这一大黑影啊 他就守着这窗 他眼瞅着这窗户指 就让人给捅破了 那甭问 外边这人能往里瞧呢 外边这人往里瞧 就瞧见一个 他只能看见床上 这人员 他看不见呢 欧阳君 欧阳君就跟着站着 欧阳君倒看的是破窗而入啊 低着刀进来吓唬我们呢 还是这就张嘴说话 都没有 外边这位瞧本天一看 床上有一人 这位损了 顺他捅这窟窿啊 捅进一根铁棍里 就跟火筷子似的 但他这铁棍啊 是若干个火筷子 焊在一块 他自制这么一根棍 他那吓唬人呢 也想出新鲜招来了 别老低了刀啊 吓唬人去 他拿一根铁棍啊 顺窗外的捅进来啊 他那一次 床上睡觉的人呢 我拿这铁棍捅你 你一醒 你一看 精细挺长 你不知道怎么回事 准吓一跳 拿手一摸冰凉棒硬 他这招也挺损 他为吓唬人 他把拇指粗气啊 就是小拇指粗气啊 这么一铁棍 顺窗外捅进来了 他描好准了 对着这床这方向 他往里蓄 他蓄这铁棍呢 他得够了 到床上才能捅到那位呢 他蓄进了这铁棍 欧阳君就在这站着 一瞧 进了一根铁棍 那他要捅完了 最后 他得拽出去 我别让你拽出去 欧阳君伸自己的手指头啊 你夹这根铁棍 他给这铁棍啊 就给窝弯了 咱前文叔说了 欧阳君跟人员俩人没事 拿手掐冰冷玩 在冰冷摊跟前俩人 斗气 他这掐冰冷 人员过来后边拧他大罐 拧他大罐 俩人都有重手发 全有引导力的功夫 欧阳君呢 这手掐住铁棍跟着他走 这手就往里卷 这铁棍越盘越大 整个那一盆香 您怎么外边这拿小母哥捅一窟窿 瞧明白了 他把这铁棍捅进去了 站着这窟窿他可就瞧不见了 他还往里蓄呢 蓄的他凉过呀 他这个铁棍汗多少能到炕呢 他都知道 他蓄的差不多呀 他往里捅 捅的差不多呀 他知道 里面那位肯定一下差不多了 给捅醒了 他想把这铁棍啊 给带出来 他要是轻轻一点一点往外吞呢 也行 他想啊 这么一蹬 杀这手 再蹬这手 怎么着不快吗 他哪知道里头是一大盘了 实际离窗户呢 就那么远 他往外一蹬一捣手 嘎愣一下子 这大铁盘已然带着窗户上 他又有功夫又使劲呢 哗叉 整个 把这事儿窗户给带下来了 一下就亮了 闪了他 好权来一跟头 随着手里的一根铁棍夺窗而出 吓得他够呛 顺着台阶上给自己闪下去了 登登登 站在院子里接月光一条 好啊 这位大惊失宿 再一抬头一看呐 欧阳君扒着窗户正冲他乐呢 谁吓唬谁啊 这位低头一瞧自己的铁棍气乐了 今儿这窥吃的这当上的 我还吓唬人家呢 这厉害了把这铁棍给卷起来了 这位一咬牙 不说话 也没亮军人 拿手一推这铁条这盘啊 这大拇哥一顶这铁棍这盘 这头往回这么一顺 他一点一点啊 他要把这铁条给捋直了 欧阳君还真有耐心法 欧阳君一看他不跑 也不严严 刚才晃了一下身形 顺台阶上闪下去了 不慌 而且最难得的岁数还不大 看着挺年轻的 挺标志的一小伙子 他捋这铁条 那意思你不江湖人吗 你不把这铁条给我 啊 卷起来了吗 我让你看看我这重手法 这位又捋上了 人员呢在康上坐着 瞧外边捅进铁棍里 他瞧欧阳君呢 给人卷铁条 他瞧不出这铁的来 为什么从外边窗户进来 他哪知道是铁的呀 他就看着 他那卷 越捡越大越捡越大 全圆嘎子一会夸扎一下 整个把这个窗户给带下一扇去 可是欧阳君呢 不出去 八二窗户瞧着 人员那边的瞧什么呢 人员下康 俩人并肩 站着窗户里头 往外瞧 欧阳君回头去瞧 一弩嘴 那意思你个这个好 胆太大了 吓唤人吓唤不成还不跑 而且还给我露手功夫 一会儿这功夫把铁条又捋直了 跌了这根铁条往这一站 那意思不服出来 没说话 人员心了 那出去吧 俩人一瞧就甭开门了 窗户已经没了 俩人滴撩蹭蹭 就窗户里出了 这位也没亮兵人 就把这根铁条子 手里这么一顺 那意思就拿这铁条子 他们就招呼 将然要动手 就听见李坚我 呱呱 从里边 齐大鹏 把窗户踹了 好鼠呗 说的这么一声好鼠呗 就瞧有三条黑眼 蹭蹭蹭 上房 赶紧李屋也有一位 去讲闹去了 那么 何瑞和声齐大鹏 早就发现了 这窗户跟窗户 都挨着 这不一六窗户吗 他们在外屋 那个窗户在李屋 李屋那位 也是捅窗户这 往里瞧 何瑞生年轻 淘气啊 蹲在这窗户底下 冲着窟窿吹气 这位刚凑了 这位还纳闷 怎么倒灌风 像那迷了眼 你倒跑 这位也走 不跑 他知道里边有人 他隔着窗户 他说了话了 你出来 这一撒狠 齐大鹏哪听那个 一仰手啪叉 把窗户就给拆了 两根送身迎出来 一看院里人宁身上房了 这人一上房 俩人以为要跑 俩人跟着宁身上房 往院里一看院里站着三人 院里这三人抬头看房上 六人这一对盘 人员可说话了 乌鸦 下来 他指的可不是七大鹏跟何瑞生 他指的房上这人 房上这位呢 一瞧下这三人 一个是自己来的 另外那俩人不认识 其中有一个人 是任远 绍兴府的侠客 这位认识 一看点手叫自己这位 也不理房这二位 低了要下来了 走到人员切尽 深深一礼 乌鸦 表叔 低了铁条这位一听 哦 他是你的表叔 那行了 我也知你表叔多呀 你家的表叔啊 是数不清 何瑞生跟着下房了 何瑞生一瞧都认识 那意思 回屋说话 院里人都瞧咱四个人拿腰呢 要都跟妖精认识就好了 问问他二人 为什么在人店房里搅闹 问清楚了 我们第二天好边瞎话 边圆了瞎话 跟人家说 我们有降妖之能 好 屋中续谈 这六位呀 念不巧动的 又都回屋了 这道不错 也没点灯 为什么 前后俩窗战拍了 把铁条往门口一立 六位坐这开人会了 那位说 管人员叫表叔 这是谁呀 书中代言是周世英 这周世英使得表直 周世英家有个妹妹 叫周芙蓉 当初老爷子带着说 交给兄妹两个人习武 老爷子过去了 那么这个周芙蓉这天正练武 就瞧有一人扒着墙头啊 窥叹 芙蓉大喊一声 说什么人再次亏当 这一张嘴说话呀 墙头这人吓一跳 怎么呢 她没瞧出是女的来 书中代言打小 这位芙蓉姑娘啊 是女扮男装 不知底细都以为俊小伙吗 自由随附习武上武的精神 也不留长发 她这一练武啊 墙头这位爱惜她的武艺 以为是个男的呢 感情一声娇和说 什么人再次窥探 本宫的练武 这位大吃一惊 顺墙头蹦也就跑 芙蓉姑娘不让啊 冰刃架子伸手抄起一口刀 垫脚尖纵身形上墙头 一看这人跑下去了 福如姑娘摆一刀就追 正给这位追上了 说你别跑 跑我拿刀剁你 这人说跑什么呀 你甭说你是女的 男的我也不怕你 我看你练武 我不知道你是女的 我支持女的 我还不惜地看呢 你这干什么的 干什么的 你知道直立府保定府吗 直立省保定府 有个清源县 小地名叫河滩 河滩有个圆街店 圆街店是我们家的 我姓圆 我在这看你练武啊 我瞧得起你 你也甭追 回见 姑娘一听 什么叫回见啊 像那个姑娘 你要明白 她敢抱自豪 她不是坏人 姑娘急了 别走 看刀 这位一瞧 这个女孩子好不讲理 我就看你练练武 怎么拿刀就刀啊 一环手俩打起来了 丫鬟呢 预备好了水 等着姑娘回来 洗手洗脸 睡觉 每天练完这种点 该回来了 今儿不回来 丫鬟说 我出去瞧瞧吧 到练武这院 一瞧没人 冰气架子 少口刀 姑娘这又跟谁玩命去了 丫鬟呢 纵身形上墙头了 你说丫鬟也会 好 打小跟小姐练 丫鬟让墙头上 八个墙头 这么一瞧啊 姑娘拿着刀 跟一人 在外边打起来了 有心啊 我翻墙出去跟他打 怕姑娘吃亏 我们俩也不在那打得过人家 他又算墙头蹦下来 他往里跑 他喊大爷周世英 说大爷您还睡觉 您瞧去吧 姑娘跟打起来了 周世英低了枪 可就出去了 到外边 一看跟自己妹妹动手 这人周世英大怒 好狂徒 这位正动手之际 一瞧一个人低着枪来 心的密慌 手底一透着慢 姑娘还真不含糊 一抬脚 整踹在他身上 扑通一下 把姓袁这小子给踹躺下了 周世英感到窃近 刚要动手 这小子爬起来 头也不回 撒腿就跑 周世英凝枪就追 追着追着 还真没这位跑得怪 给追丢了 又担心妹妹 赶紧翻回来见妹妹 问妹妹受伤没有 姑娘说我没受伤啊 我眼看着就赢他了 谁让你多帮忙 周世英说我不怕你吃亏吗 人呢追丢了 你还不如我呢 俩回去吧 回来之后周世英越琢磨 这事越不对 谁没事上这儿 瞧我妹妹练舞来了 他有个把兄弟 他这把兄弟啊 叫吴飞吴少博 练过重手法应道力 他找啊吴飞来了 他说少博 有一狂徒银业之间呢 看我妹妹练舞 吴少博一听急了 喝 这找便宜啊 他还抱自吼 你看看 他姓什么 他说他是什么 保定府 清元县有河滩 开元家店 他姓元 咱找他去 年轻人俩人啊 一冲动啊 俩人奔河滩元家店了 到元家店一开 说俩人是住店 他一瞧这店里 敬老头 咱前文叔说了 元寺用的都是老伙计 全是上年龄人 年轻人不多 也没瞧出谁带功夫来 这哥俩没仿着这姓元的 俩一做妈 你既是元家店的人 我们俩呀 闹点滚 我们俩人这一闹滚 你必然出头 住这两间屋 要勤我们俩人 那会咱就碰撑 小哥俩是游戏的兴致 头一点晚上一折腾啊 就卖布那俩老客 吓跑了 第二天又来了一主二谱三位 让他们也吓跑了 没想到 掌柜的元寺不信邪 俩人一瞧啊 那行了 我把你捆了哥天沟 姓元的必是你的子侄 到时候替你出头 我们好访他 没想到也没人来 请了若干的法官 把哥俩给腻歪坏了 哥俩说我们俩人不要紧 你请法官干嘛 林伯俩俩这位蒙事的 你讲元寺这买卖挺好 人挺厚的 这左一拨右一拨 没少花钱 咱俩住店为了仿这个人 我把人这买卖叫黄了 干嘛呀 哥俩觉得不好意思了 说这样吧 咱俩呀把事跟他说明白了 问问呀 这姓元那小子是干嘛的 跟他什么关系 交出这人来 咱就不折腾 咱们跟住店的 说明说 恢复元家店的名誉 咱别把人家店 这买卖给搅了 哥俩一上了对 住好几个月没放出来呀 今天也不怎么来 这么四位 又住这屋了 俩人一瞧 这屋又来人了 那 咱们得把他吓唬走 这四位再吓完了 明天咱们就跟元四爷呀 摊牌 把话说明白了 这些日子呢 吴飞吴少博没事呀 上铁经铺打一根铁棍 一点点汗 一点点汗 他汗这么一根汤铁棍 他那次你住屋里呀 我捅破了 拿铁棍捅你 把你捅精神了 你不知道什么东西 一害怕 天亮你就走了 哪知道 里边这位有重手法 把铁条盘一盘 他给拽出来了 他生气呀 我们俩下午的那么些人 今儿碰上茬子了 他也练过重手法 他会应倒力 他把铁条又捋直了 将然摆铁条要动手 没想到周世英认识其中一位 他还管人叫表叔 吴飞跟那把兄弟呀 好倒霉了 也得管这几位叫好听的 何瑞生高兴了 何瑞生岁数 在这四位里最年轻 那这四位弟兄相成 岁数小落得背上了 两位老先知 来吧 你二人因为什么 在这里装神弄鬼 把人家住店的都搅闹了 这亏了碰上我们四个的 这要碰上能为大的当场动手 你二人有性命之用 这要碰上一奔胆小的让你们给吓死了 这不是荒唐吗 周世英说表叔 您不知道 您的表侄那受欺负了 有个姓袁的报字号 说是此处和谈袁家店的人 他呀 看完我妹妹练武 报完字号 让我妹妹踹一根头都跑了 我访好几个月访不出来 我想闹点滚 他还不替袁家店出头吗 哪知道这小子缩头乌龟 他愣不出头 人员一听啊 这个气 你这什么主意啊 你这是 你找袁四爷说明这话 问他袁氏的子职当中 有没有干这 有没有习武之人 不就完了吗 嗨 你们俩人太荒唐了 得了 天亮啊 见人家袁掌柜的 咱们把话说明白了吧 这韭菜跟这鸽掌柜呢 你们俩饿不饿呀 我们俩都有点饿了 来一块吃吧 天亮了 天亮了 袁四爷带着伙计到这院 一瞧这两间屋窗户传下来了 窗户铃子也碎了 窗户纸都在地上 一看 跟妖精搭起来了 四四四位上仙 怎么样啊 何日生大话了 啊 屋灯一人擒住妖怪了 啪 把门打开了 从里边溜得出六位来 人一瞧是有能耐 半夜请的天明天见能都不知道 进去四位 到天亮 又愤出俩来 四位改六个了 再住一宿不够 今儿晚上就变十二个 一看这六位全是 一派的鹦鹉之气 没有妖精这里 人秦的妖精在哪呢 四位拿手一指这二位 这两位年轻人 周世英跟吴少博 这俩就是妖精 哎呦 圆思一条 怪不得我们逮不着呢 已然能幻化人形了 妖精成了人形 还能变这么漂亮小伙子 好家 那我们是不是不成 这二位什么妖怪 您怎么不扣上点呢 哎这是我的表直啊 跟妖精都勾着 您进来吧 我们跟您说点事儿吧 实在这几个月 他们俩搅闹您 不是妖精 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您跟前有几位公子 我有俩儿子 习过舞没有 没有 一个在白大这饭铺里边 学徒掌勺 一个在前街粮店里边当伙计 我这俩孩子都学买卖 没练过舞 家里的子职呢 我们本家的一个没有 可您不知道 此处喝滩的我们姓袁一大户 挨得上的挨不上的 足有几百户人家 上千口的人都姓袁 啊 一段热闹回目是尽在 下回